音樂 屯門掃管有區內新盤供應集中地 其中由內訪萬科置業發展的住宅屋苑上源 近期已經落成入伙 屯門上源總共有1100多貨 當中有30間是洋房 大部分都是2700多尺的獨立屋 而當中最大的三間更加有4800多尺 今日就和大家參觀一下 全盤最大的其中一間獨立屋 是33號洋房 今次參觀的獨立屋樓高三層 實用面積4860尺 連2330尺的花園和泳池 5個套房分佈在1樓和2樓 作為面積近5000尺的大屋 大廳當然夠架勢 樓底有4.5米 寬闊的空間感突顯大宅氣派 要數到這間獨立屋最大的特色 一定要看看它的花園 從客廳步出花園 第一個感覺就是非常之大 原來它的面積達到2331尺 只是花園本身的尺數 就已經和屋遠其他實用面積 約2700尺的標準洋房差不多 可以說是非常誇張 花園部分地面鋪了人造草地 液設有戶外用餐區 BBQ爐 超過9米長的泳池 池裡面還有一部造浪機 旁邊附設花灑讓大家游完水洗身 搞Poolside Party就最適合了 用餐區旁邊有一個下降了下去的位置 這裡放了沙發和茶几 是一個閒座區 坐在這裡和朋友聊天和喝東西的時候 會有一種融入了整個花園裡面的感覺 至於多數女戶主最關心的廚房 也都在客飯廳這一層 這個廚房除了大之外 它的電器和爐具也十分齊全 單門旁邊有一個酒櫃 而酒櫃分開上下兩層 可以獨立控制溫度 而來到中間這個island 除了有很多位置給你準備食材之外 它還有一個陷入式的電子鐵板燒爐 旁邊也有一個桌面式的抽油煙機 可以給你抽走煎食的時候的油煙 女戶主有個設備齊全的小天地大展廚藝 男戶主當然都有自己的dream room啦 沿著樓梯上到一樓 示範單位將其中一間套房 改造成影音室 提供一個專屬的空間 給男戶主看電影、聽音樂 或者約幾個朋友上來玩一下party game 盡興之餘又不怕吵到家人 可以說是每個男士的夢想 至於這間套房 和樓上主人套房相同座向 是全屋第二大的睡房 床頭後面有一張長桌 可以同時用作書桌和梳妝桌 來到全屋最大的主人套房 雙人床床尾放了一張淺藍色沙發和茶几 窗前擺放一張梳妝桌 等女戶主扮靚的時候 都可以看到開陽的山景 有充足的自然光 發起妝上來就更加得心應手 梳妝桌後面是一個布入式的衣帽間 左右設有兩排大衣櫃 再多三都不怕無位置放了 除了主人套房之外 二樓亦有一個書房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特別感 但其實內有乾坤 大家是不是在想我剛剛從哪裡走出來呢 其實這個就不是什麼神秘的位置 因為這個書房原本是一個套房 而這個書櫃暗門就是通往原本套房裡面 浴室的位置 在心裡